8月6日,电影《老徐来了》在京举行了启动仪式即新闻发布会 著名编剧岳小军,新锐导演王芝,杨氏高级编导邓在军等纷纷到场,为该片启动 现代幽默喜剧《老徐来了》由曾执笔《疯狂的石头》《疯狂的赛车》等影片的岳小军担任编剧 无非成为该片的一大亮点 而对于是否会拍成与《疯狂的石头》风格类似 导演王芝表示,主要在于创新并非模仿 多第二个《疯狂的石头》,大家也不会买账的 其实还想做一个更新一些的东西 因为其实全世界电影来说,其实各种风格已经很多了 但我们中国电影其实可以开发的还有不少 所以我希望能做中国电影里面一小点 创新的东西,然后一小点诚意的东西 虽然这部暂定于今年9月初开机的影片尚未公布演员名单 但据导演王芝透露,将有一线明星及神秘嘉宾加盟影片《老徐来了》 以超强的全明星阵容打入2012年的国庆电影上映档 主要的演员,我们还是希望用一线的喜剧明星 然后呢,会有一些喜剧的包括一些有名的一些人士的一些加盟 然后呢,可能会有一个比较重量级的一个神秘嘉宾 然后呢,他会客串这个 还有一个问题 阿姨 阿姥 镜炮 镇 镇 谢谢大家